大家好,欢迎来到温哥华房地产天地 随着加拿大各地租金的不断上涨 许多年轻人发现 实现购买自己的房子的梦想正变得越来越困难 尤其是在一些大城市 高昂的生活成本正迫使他们重新考虑自己的财务规划 今天就和您分享加拿大迁徙一代的生活现状和房产观 当买房变得遥不可及时 年轻人可以做什么 据Rentos,卡的最新数据显示 加拿大的平均租金在今年4月已达到2181加元 在全国租金最高的北温哥华地区 依据市公寓的平均租金更是高达2704加元 这一成本对许多希望成为房主的年轻人来说 无以增加沉重的经济负担 根据加拿大皇家银行RBC上个月发布的一份报告 去年租房子的支出比家庭可支配收入高出近9% 而房主则节省了10多工资的7% 加拿大皇家银行的报告指出 较低的收入和较高的住房分配 使租房者很难攒下首付 这是财富积累道路上的关键一步 因此 根据加拿大皇家银行的报告 到2023年 只有45%的家庭能够根据收入购买公寓 低于2019年的近60% 只有26%的家庭能够买得起独立屋住宅 这一现实让一些人重新思考他们的梦想 维克斯雷先生说 如果一个人的收入不足并导致退休资金不足 拥有一套房子不应该是最终目标 然而 在安大略省One的29岁金融顾问 Zachary Wexler和他的妻子 展示了一种不同的应对策略 尽管他们的两局室公寓月租为3000家元 但他们每月都在为未来的投资房产积累首付 计划在6到10年内购买 租房一直是我们的计划一部分 目前来看 这个计划非常适合我们 Wexler说 面对挑战 一些财务顾问也在提供帮助 温哥华的Paneramon Advisory Group的金融规划师 Jim Pan表示 他会帮助客户进行长期财务规划 包括评估债务承受能力和未来现金流 以及如何通过改变生活方式来积累财富 Alk Rabach 多伦多Rabach Wealth Holistic Family Advisors的创始人 也鼓励租户保持乐观 他指出 随着时间的退移 人们的工资通常会增长 而生活方式的调整则有助于增加储蓄 房地产应被视为一项需要长期投资和耐心的事业 Rabach说 在这一过程中 年轻人还被建议考虑一些创新的购房方式 比如与他人共同购买物业 共担抵押贷款和其他费用 或者通过改变消费习惯 比如自己烹饪而非订餐 以减少开支并积累首付资金 虽然挑战重重 但通过纪律 耐心和创造性的方法 年轻人依然可以朝着自己的住房目标前进 这些故事和策略 为正在努力实现家庭安居梦想的人们 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观众朋友们 你们觉得加拿大的房价 对年轻人是否很难负担 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讨论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将继续关注这一话题 为您带来更多最新报道 欢迎订阅 预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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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港